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过了我的生日 我的生日正好是美国国庆7月4号 美国当初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在美国国庆 就是在我生日当天所有场合都能够解禁 它的疫苗的施打率覆盖面达到安全标准 所以我的生日也算是一个什么 算是一个救命的符号 在美国人来说 好 我们在这种特别的时间里面 我们眼睛尽量看一下舒服的东西 看一下美好的东西 就像我们眼前 这一件代表葫芦的葫芦品 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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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人家说你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 解药 葫芦里的名堂 葫芦里的名堂可大 所以我们中国人对葫芦 我们八仙 李铁馆他也是首次 葫芦不离生 葫芦在我们中国人的印象之中 那是不得了 跟生活息息相关 息息相关 我看以前那个大陆旬集 那个什么节目 八千里露营而远 那个主持人林峰 各位可能年轻的不太晓得 大概中年以上应该很清楚 林峰那时候大陆 刚开放的时候很红啊 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 他的那个节目就整个深入大陆的民间 做得非常好 八千里露云和远 那个名称也很响亮 就常常听到那个大陆人 大陆人讲那个什么 那个礼语啊 土话的 不讲他名字 哎 那个主持人那个葫芦瓢 葫芦瓢 葫芦瓢 就是那时候他最红的时候 林峰最红 我们那个葫芦啊 哎 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是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而且又能够什么深入民间 跟我们的生活呢 能够什么 息息相关 能够完全的结合 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么一件 而且瓷器要做个葫芦形状瓷器 是不容易的 它中间要结胎结起来 你看一个泥巴 它还没有成型之前 它是软的 一摊烂泥 你怎么样把它塑成这么漂亮的形状 而且要经过摇温 里面 一千多路的摇温去烧 它不崩裂 不崩塌 不瓢不变形 这都是很困难 它成型工艺就很困难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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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我们这一件事 八方的葫芦品 还不是原的葫芦品 原的葫芦品 你可以在葫芦里面 转用手去录它 很容易就塑形 所以一方顶十元 我们这个八方是多少 八方顶八十元 也不能这样比了 就是说 它不好做 它不好做 它要靠你一条 就像 做那个什么 制作疑心虎 有个大师做疑心虎 拍拍打打的 一天一天就拿这样比更宽的板子 拍拍 拍 一条一条的 一条一条的把它再塑形 然后 功夫 就展现出来 我们这种葫芦品 这种你看瓷器 有这种八方的葫芦品 非常少见 当然元代元清花有没有 元清花有 数量非常稀少 就大概在土耳其的托夫卡比皇宫 那批就举世闻名的 大清花 就是从元末到明初的大清花 还有伊朗的阿德比尔神庙里面 就是举世闻名的这两个地方 就是元清花到明初的清花池 那里面才有这样的形象 一般 在一般的博物馆都很少见 所以那八方服务 而我们这一店 不但气形漂亮 右色漂亮 那白右的地方 右到你就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因为清花池正确的名称 应该叫做白右清花 或者白地清花 所以英文翻译的 就照我们这个翻译 就是blue and white 那我们现在都简称清花池之后 英文反而比较精准 blue and white 这两个颜色的一个对照 一个对照组才显现出来 我们的清花池的优美 清花池的大气 那白的地方就是留白 就是我们国画上讲的留白 因为到了永乐 因为元清花之所以不一样 元清花画的密不透风 这是元清花当时的一个风格 而且元清花多半是把它图案画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通景画 又像我们国画的有水墨效果 然后又能够有留白之间的这种弧影 所谓的疏密有致 疏密有致 那种留白 看到苍茫的大地 苍茫的大地上长出了什么 松 珠 梅 碎寒山游 那种感受 是非常壮烈 如果等同于你在你的院子里面 你看我院子就有种松 珠 梅 院子里种松 珠 梅 只能称其为亚 而看不到它的壮力 那大地 旷野 瓶球是长出来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蒙古 我骑了蒙古的六蒙古马 遛到了一片丛林里面 它们奇怪 因为蒙古人那边它还是没有了环保概念 很多松树它都被从根的地方砍断 它们是当柴火去 因为那边冬天很冷 当柴火烧呢还是干什么 我也没去特别了解 但它整体的那个松树还是很漂亮 所以我们在那个里面骑的小马 我们骑马技术不是很好 但是那个蒙古马很厉害 它会帮你闪躲 你稍微带一点它的缰绳 它就知道顺了你的意志 尤其在那儿有危险的地方 有些什么 当然蒙古是个高原 它比较没有悬崖峭壁 它不像四川 蜀地难 难于上青天 大草原 它是个高原 它平均海拔大概1900、900多 将近2000公尺的海拔 所以它基本上是平的 但它总会有遇到那个什么 乱石堆 因为蒙古那边 戈壁那边产石头 所以它那边的石头博物馆 自然博物馆里面 各种石头非常的漂亮 有那石头像刀子一样锋利 还有像我刚刚讲 我们经过那片丛林 有部分被砍断 那是等于处在一种很危险的状态 你万一坠马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讲的 可能的话 骨头会断 会断铃 所以那时候也非常小心 其他那一代的时候 所以我特别注意 可是一阵大风一出来 我才抬头 因为起马尼 我们兴兴业业的在起 很专心的在起 如临深渊 又走到那个丛林里面 一个大草原突然进入一片丛林 我们都很小心 等一阵风出来 沙沙沙沙的那个声音 我们才抬头看 原来我们进入一片大的丛林 蒙古那边的松木很有名 蒙古那边松木 蒙古那边他们很多器材都是松木做成的 而他们冬天烧柴火 我们也是烧这个松木 因为松木油脂多很耐烧 而且它不容易腐烂 不容易腐烂 那松木各位晓得 它有了自然干枯的松木 那个 它形成的这个我们叫做棋木 我们玩木头叫棋木 它自然形成的那个棋木 松木非常漂亮 因为它中间那个油脂不容易化 所以它经过非常长的时间 它才化得掉 它剩的那个骨骼 哇 那个形状非常 对我们对这个艺术有兴趣的人 是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力 好 这话说我们骑在那个蒙古小马 走到那一片松林里 当时我不知道 没有注意到它是松林 因为那时候骑在马 在那危险的路段 那是很紧张的 有一些那个什么石头 有些石头很多 然后又什么 半截的那个树木 从根部上来一点 砍断 砍去做什么用呢 那我也不知道 反正小马要在中间穿梭 我们又是一个 一个马队吧 一个小的 一个小的一个 有杂牌军的一个马队 到那边要非常小心 身口跟身口之间 有时候它们会有点情绪 跟我们人群聚会有情绪一样 所以当一阵风出来 我才知道什么是松涛 松涛的那种感觉声音非常好 人在里面非常舒服 顿时我那时候吸收了 我们这边这个 有一句话叫什么 负离子 阴离子 松脖内都产生负离子 哇 那个全身舒爽 我想那马 我吸到那马也吸到了 那顿时之下感觉到那种愉悦感 那愉悦感 非常非常舒服 人马就合成一体了 从那时候开始就不紧张了 一当一抬头 看到那个松涛 像波浪一样 就像海浪一样 因为我住淡水海边 松涛就跟那个海浪似的 感觉出了那种声音 也就像什么 浪涛的那种感觉 那比浪涛又显得什么 更细致一点 音离子 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那个奋多金 他们俩的那个音离子 福利子 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说 永乐大帝 我在回归这些词题上来的 永乐大帝 一辈子 都在跟蒙古人玩游戏 年轻的时候 我是真的玩游戏 骑马打仗 跟蒙古人学的骑马 学的一些马术 学的一些战绩 骑士 蒙古骑士 就我们从 不是从他开始 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了 战国时代 我们还特别什么 胡胡骑士 但是当时的那个赵古 学会福福其事 才能压制蒙古人 才能压制胡人 你要是靠两条腿跑 你在大草原上 你简直没办法 所以我不止一次的去那边蒙古的地方 我最令我难忘的就是 他的那种大草原的那种感觉 那种什么叫 燕照男儿 我们不要说 我们最起码我们是河北人 在以前都称为燕照男儿 或者是什么 纪鲁男儿 鲁是山东 纪就是河北 纪鲁男儿或者燕照男儿 我们看一下也看到燕照男儿 北相 男人北相 北人南相 有这种燕照男儿的这种性情 站在蒙古的大草原上 那种感受是非常 非常了得的 是非常了得的 所以我也感受到 感受一点点 六百年前 那时候永乐大帝 什么长征 长征 尖必经也长征蒙古军的时候 那时候的气派 当然在那边不能讲 因为我们那边周围 跟我们接待我们的 都是蒙古人 都是蒙古人 讲这就伤感情了 我跟他们聊蒙古马 我喜欢蒙古马 从他那边得了一些很多的资讯 我都讲什么 去打欧洲 蒙古人打欧洲 铁骑啊 所以欧洲人看到蒙古人说 黄祸 这样 我只谈那一段 我们在永乐大帝去 武生蒙古 这段就不能提 因为蒙古人性格很强悍 讲到那个会伤感情 我们也不会这么白目 但是我们这边 关了我们可以讲 武生蒙古 而且在那个大石头上 在那个秦湖山的大石头上 乐迹的四句话 我再一再强调 我再一再强调 要记住那四句话 那什么 汉海 所谓海就在第一处 聚水的地方 汉海为 汉海为潭 潭就是 剑坏的地方 天山为任 为任 为任 就是为什么 为恶 汉海为潭 天山为恶 是吧 一扫封尘 其他马 身上很多有封尘 抖落的封尘 一扫封尘 用清沙漠 多大的格局 一扫封尘 用清沙漠 就是 所有的疲累 都什么 换化作 沙漠的这种平静 这种安宁 就值得了 中间的风风雨雨 就像身上的什么 沙尘一样 对吧 一扫 一扫封尘 就抖落一些什么 辛苦 抖落一些牺牲 抖落一些不愉快 我们的目标 目的达成 最后那句话 最大的感觉就是目的 永清沙漠 汉海为潭 天山为恶 一扫封尘 永清沙漠 他处也所及的 在北方 处也所及的 就看到一些什么 松 珠 梅 只有这种植物 他才能够什么 历经碎寒 而不掉 所以他身为碎寒山友 当你到那些地方去感受的时候 我那时候去出差 另外我到加拿大北方 我也有一点这种感受 加拿大北方当然是 它跟那个蒙古草原 又是不一样 跟那种 就开车开半天 找不到一户人家 那种感觉 突然间冒出了一个大雪松 因为我很喜欢雪松 我们原意上 雪松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原因 大到吓人的那个雪松 那个雪松下面居然还有一个木屋 一个房子 也住了一户人家 哇 他那个树罐张开的 那树锅吓人了 真的是吓人 就是说 没有亲眼所见 真的体会不出来 我们院子里面 中一个雪松 期待他 雪松跟那个银杏 都是世界排名第一名第二名 永远不会变 你永远超越不了 这两种植物 又长得又最慢 它又是最有个性 但它又是最高雅 最 就是它不容易成型 但它一旦成型的时候 你永远无法超越 你看我们紫禁城旁边 每次我记得拍紫禁城的那个片子 它第一眼扫描过去的 都是造一棵什么 银杏树 大棵的银杏树 那种感觉 照过去 就感觉到一种 一种 一种沧海商田的一种变化 六百年前 建造的时候 永乐大帝 刚即位 刚即位 它要一清天下的时候 而当它盖城了之后 享受没几年 然后它就暂时在征途 接着 它的儿子去享受 铿固它的王朝 从巅峰到衰落 衰落的时候 记起 它的那个 崇孙 明师忠 崇孙皇帝 是吧 为了一个什么 李志诚 就是盗匪 还不是被清军所杀害 被土匪逼得 上吊在眉山 眉山就是 直径省的一个座山 在它的北边 在它的砍挂的位置 上吊 接着而起的 就是尼尔哈斯 带起来的一种 清朝 满清 入关 继续了什么 大清王 就是大明王朝 然后结束大清王 大清王 往往往的开始 又造成了什么 康庸田的盛事 都发生在哪里 都发生在紫禁城 所以 每次造那个紫禁城 它总会造几片那个 银杏书 我们玩原意的 我们知道 那种感受 那不是中国人拍的 那是经常都是洋人拍的 就是外国人的眼光 他都知道怎么样去取这个景 所以我们 有时候看一件瓷器 我们看一个画片也好 有时候 你要能够身临其境 而且 你不是光看眼前 它的美不美而已 它的美 而且它带出那个历史感 带出那种沧桑感 带出那个大地的那种气息 比如我们那个刘白 它的这种刘白的气息 又比原青花那个图案式的那种 来的 又是艺术的效果 跟艺术的层次上 那又不一样 那又不一样 这是永乐 出名的地方 所以永乐的青花史被称为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来者就是他孙子的 跟他变加起去 就是永轩永轩 宣德 他们经常就绑在一起 为什么被称为他是 是原青花的 不是 就是 青花史 在历史上 青花史的最高峰 因为原青花被认定 也是在这半个世纪 这五十来年的时间里面 在那个民国初期那时候 都还不认 所以 那英国的大威德爵士 他才会透过关系 斩转的买到那一对 现在最有名的大龙品 云龙的大品 就是自证型的 上面有 有属连环 就是因为中国人都认为 那是假的 把他用假货卖给他们 就经过他们那几十年的研究 那发觉是真的 发觉是真的 倒过来呢 我们还在什么 理师而求诸也 去向他们去学习 我们经常提到托布卡比 皇宫 跟阿德比尔神庙 这也是一种理师求诸也 我去大英博物馆 叫他去考察 也是理师而求诸也 当然 大威德基金会 我也去 那更是一种理师求诸也 就是说 我们有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 也要客观 但是也难免会有一种感触 只是你讲或者不讲而已 所以我就说 松竹梅的瓷器 尤其在青花池上 那种水墨效果 特别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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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能够彰显 永乐大地 他在 因为北方那个蒙古 他常年在蒙古作战 蒙古动辄 零下十几二十度 甚至二三十度都有 我有朋友 我有朋友 就是我老弟在那边 后来在那边 就是接个主管 脸一半边都被冻伤 都冻黑掉了 那个脸 冬天的时候 他说零下三十度 最冷的时候零下三十度 随随便便也零下十几度 我们打开冰箱冷冻库 冰箱冷冻库还冷 你可以感受到那种的感觉 而且他们在部队在外面做这样 掺风露树 掺风露树 你要身体要能够顶得住 而且你还要有这昂扬的斗志 不是光存活而已 还要有那个求胜的意志 所以真不容易 所以他在他的所谓的玉瑶厂 把他出野所及的天下 苍茫一片 到了北国 冬天的时候冰雪覆盖 真的苍茫一片 能看到的就是睡寒山有 厚雕于睡寒的松竹美 我给各位照一照 知道 这样的一个美 非言语所能够形容 我们只能够讲到某一个程度 正好因为我对蒙古那边 也非常有兴趣 每一次去我都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好好四处走一走 风土民情 甚至于在他们的牧民家里面住 住一个晚上 还去什么 还去他们那个 那个原始的那个森林里面的小溪 去捡石头 真的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真的金刚铁人 给各位看看 它疯腰的地方 它疯腰的话 其实它是用很宽的一袋 收腰 它用那个所谓的卷枝纹 就是卷草纹 但它非常有力量 有力道 你看它画的那个力道感 作为它的一种收腰 所以显得很华丽 显得很华丽 而对照上下的画片做一个区隔 这个小葫芦的地方 跟大葫芦的地方 互补有无 下面要是画的松 我上面就是梅 或者上面就是竹 互补有无 这给你的 有那种什么 错落有致的那种感觉 它气口的地方呢 是带有孕染 还带有那个苏玛迪金流淌感 有下下流淌 我这样看得非常清楚 流淌感 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江亚海水纹 海水纹是代表什么 代表一种江山 那这种江亚海水纹 在永乐最重要的那个瓷溪 就在它的顶式炉上 国家安定了 那个大顶上去画 全部都是这样的文士 就代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莫非王土 那根部的地方也是 游乐喜欢的连半文 巴达马 他认为做人要清零 大观也要清零 所以他以莲花的这种精神致辞 他也要求他下面的一把手 都是以莲花的这种精神 你看上面接着就是主体文士的松竹梅 还包括一个山坡的斜坡地 那都是一种自然景观的一种呈现 非常的美 而且它美 它还带一点粗犷的感觉 带一点粗犷的感觉 都是庭园小景的那种有局限性 它迥异于 比如说是这个雍正 或者是乾隆 开窗或者开光的一个小景 江南陵园的小景 它是整个北国大地的 畅茫一片的这种 在白雪覆盖之下 长出来清充的松竹梅 这就是永乐大地 或者永乐 我们欣赏永乐清花池 得一种欣赏的一种眼光 要欣赏它的格局 那种气魄 就像我今天唱的那首歌 周杰伦跟费玉欣合唱的那首歌 千里之外 千里之外 一开始就是 五言如玄丹 风铃如沧海 一开始讲五言 讲最近的地方 讲最近的地方 五言如沧海 五言如沧海 风铃 风铃如玄丹 风铃如玄丹 我等你回来 然后最后 到了高潮的地方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一无声黑白 就是苍茫大地 由近而远 就是我们中国人写诗也好 或绘画 写那个景 有那种感觉 有那种感觉 可以再从永乐的清花池上 能够展现出来这种格局 好我想今天说到这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